I'll show you Let's go 大家好 很久不見 一來就做個稠的給大家看 我現在就來到西班牙啦 我就來到這個熟食的市場 叫Sin Eto 因為很餓 坐了十幾個小時的飛機 好啦 我現在事不宜遲要進去啦 進來真的人山人海 所以最好就是早一點來 否則路也沒得你走 很多食物啊 很漂亮啊 有什麼選擇啊 Tapas超級漂亮 很多顏暖 這裡簡直就是我的天堂 我最喜歡的食物 就是那些酥皮包著肉餡 看見流了口水啊 這裡不單是我的天堂 也是Avocado Toast的愛好者天堂 西班牙最有名就是吃海鮮 所以如果你不能吃海鮮的話 其實你真的可以考慮不用管了 這些甜品就賣上很漂亮 但聽說是甜到哭的 所以我想還是留給我一個quota 連雀仔都進來找吃 What the fuck 九尺長 厲害厲害 這裡有太多食物選擇了 根本就是令人完全不知選哪些東西 所以現在走了這麼久 一邊的圖都是空著的 很肚餓 究竟選了什麼食物好啊 走到差不多 看到這間店看起來很骨子 好像又有得叫酒喝又有食物 就選你啦 在玻璃窗裡購買一盤食物 他們就會新鮮做給你啦 厲害 我們終於選了一間餐廳 可以站在這裡吃 現在我就點了 Yoko is the free 我試一下 很好喝 因為它裡面是有bubble的 另外我就點了這個 哈波士 還有這個炸魷魚酥 然後還有一個是鮮蝦炒魷魚 我現在就先吃這個 哈波士 裡面有鹽子醬的 好厲害啊 吃過一餐 要不需要給我這麼多Mayo Naze 好像很有鑊氣 好 我現在就試一下這個 新鮮滾熱辣的炸魷魚酥 很有香港旺角街頭的風味 再點了這個Mayo Naze 簡直沒得輸 剛才就在那個food market裡吃到飽飽了 現在是時候就要做一下運動 周圍交遊一下 我們現在就來到這個地方 叫做Plaza Mayor的地方 就是一個 好像困獸鬥一樣的天井 的形狀 的地方 我也不懂形容 這裡 四面牆都是這些 建築 其實也沒什麼特別的 純粹是走過來 交遊一下 看看這裡有什麼新奇特別的東西 完全是福 這裡根本什麼都沒有 又被那些旅遊大人困窟了 只有這個銅像 叫做有些建設性 可以打卡 沒有了 所以我們決定了轉移陣地 打算到處逛逛一下 讓我可以拍片給大家看 誰知道 因為太專心拍片 所以悲劇就這樣發生 我的媽媽 我踩了下去 我的鞋子 我的鞋子 濕了 很髒 很髒 我的鞋子 風吹出來 哇 臭兩道 以為自己去了榮華立場 那樣 有沒有覺得這條街 好似曾相識呢 沒錯 就是好似澳門 而且這裡還有很多 非洲歷蘇 在賣冒牌貨 這裡簡直就是 澳門和羅湖城的混合體 好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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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得這樣玩VR 我也想試 這巴士好可愛 好小的 好就真 放得下多少個人 神經病 竟然在西班牙這裡 看到中國菜 好可愛 問你夠不夠膽吃 這位用事看來好猶豫 快點進去送死吧 哇 被我發現了些什麼 Fresh restaurant in Hong Kong What the heck 70s 然後還說是 港飲食 港風味 好厲害 好可愛 現在在馬德里這裡 已經走了兩三個小時 大致上的初步感覺就是 覺得 這裡的建築物很有趣 因為外場保留了原有古色古香的風味 但裡面就是很modern的外面 所以我覺得這個反差是很特別的 偶爾我覺得這裡好像澳門 所以 真的不會說有些 嘩 好厲害 好正 好歐陸風情的感覺 還有想補充一句就是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太美女的緣故 原本前幾天 即上個星期的天氣 還是很冷的 但突然間今天是熱到爆 那個熱的程度是 走兩步已經出汗 還有 太陽很毒 真的 我懷疑今晚回去 這裡就會有一條T恤粉 真的好冷的 好慘 現在走到新碎新汗的時候 當然要獎勵一下自己 我們一場來到西班牙 當然要試西班牙的名物 Trurals點朱古力 讓我們不膽不撞 找到這一間 給大家看一下 來自1894年 就是要排隊的 我這個地道的香港人 當然覺得要排隊一定是好東西 所以 我們現在就要跟著排隊 進去試新東西 終於到我們了 經過這條時光隧道 我們下去好像 防空洞這樣的物體 給大家看一下 朱古力有多結 是朱古力醬 很快 我覺得我喜歡麥仔的朱古力醬 因為上面有 Cinnamo的朱古力醬 好 已經試完了 所以 基本 不是想像中那麼好吃 很好吃 好吃 吃完這個會起朱古力醬的 朱古力醬之後 我就放下車人優 自己一個人乘巴士 去進行另一個任務 我現在就非常迷惘 來到一個不知道什麼地方 就跟我一個 在香港很好的朋友 見面 但他就說會在巴士站等我 但我現在下了巴士 但人影都沒有 我現在很害怕 究竟我會不會死的 究竟他去了哪裡 他在哪裡等我 我完全不知道 我現在懷疑我是下錯了 因為他剛剛打電話給我 他說你在哪裡 我在站 但我現在 人影都沒有 所以 對 希望他會找到我 經過一個通電之後 我發現了 原來真的 早了下車一個站 所以 我現在 就要慢慢走過去找他 這條爛爛爛爛的 走過來一個站找我 都不行 你看我還要 買了多少東西給他 一抽二冷 還有一個袋 然後還有一個袋 超多東西 都不走過來找我 這就是好朋友 好朋友 才會這樣做 否則 那些不太熟悉的朋友 一定會 啊 好啦我過來找你 冷是熱心那些 但如果真的朋友 他就會說 你自己走過來 所以我就是在這個情況下 要慢慢人生路不熟地去找他 那我就略略地介紹一下這個朋友 他就是我一個很朋友的朋友 但都是一起讀City的 認識了很多年 那之後呢 之後呢 他就由這個荃灣加多利西班牙 是不是很厲害啊 所以呢 這次就千里迢迢 由美國的LA 就來到西班牙的馬德里 去探望這位老朋友 那待會你就會見到他 這個幸福的西班牙人妻了 好啦我已經 彷彿好像見到 各位幸福的人妻了 她現在慢慢地步向我 下面那條仔一直在看你 美女嘛 肥婆 好久沒見 好幸福啊 有多幸福啊 好幸福啊 不會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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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東西吃 就馬上這麼開心 不要 再草肥你啦 草肥你啦 草肥你啦 現在西班牙人妻 就帶了我來這個 這麼地道的菜市場 這個地道的程度呢 是 給大家看一下 我覺得是有點像 在聯合廣場那裡 但是 是在賣菜的 這個感覺好像塵湘色也很奇怪 為什麼我們要在這裡賣菜 為什麼不在超市買啊 因為 安趁小店 啊 好文青啊 你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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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東西是不是特別新鮮 是啊 這個真的 哇 那些薯仔 那邊那個 伯伯 師傅看著你 她看著我 是因為我美女 那現在呢 我們就來到晚餐的時間了 西班牙人妻呢 就為我們準備了 這個特色的 西班牙傳統菜式 就是這個 薯仔 講完都不知道是什麼 西班牙的薯仔蛋餅 然後還有 我今天下午在Boot Market 吃剩的剩餘物資 還有這些 西班牙的火腿 也挺好吃的 好了 我們不客氣了 要起快了